大家好,又回到我们的妄向编辑部Youtube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财士真迪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韦汪又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妄向正向西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就讲一下 大家记得在之前印度有一宗特大的列车事故 在2023年10月 印度东部安德拉省发生特大的列车事故 两辆列车迎面而去 最终是14人不幸走了 50多人受伤 原来终于是有报告出来了 这份报告就说原来 初初以为是那些什么系统坏了 原来不是 原来是火车驾驶员 分神 司机干什么 大家知道其实印度有样运动是很耍家的 就是Cricket 那原来 喂 我知道你驱驾驶 很耍家而已 但是你在开着火车的 是啊 你在开着火车你看比赛 所以就是看打板球出事 这件事情就是 去年10月29日 一列 在客火车因为故障而停在 安德拉省 的一个维沙哈巴南远的小站 结果租一列的特快列车在后面冲上来 原来 印度铁路部门 的部长 说 这个肖市火车 正驾驶和副驾驶 原来两个都在看板球比赛拿手机看 导致没有注意到停车的讯号 当天原来世界杯板球赛在印度举行 由主队印度队对英国队 这件大事之后 14人不幸逃走 原来包括邵氏火车政府驾驶员在内另外50人受伤 印度官方说 中央政府将安排是系统监测系驾驶员的注意力 防止类似事件再发生 另外印度在2月25日也发生了一列货运火车 在无人驾驶情况下 是滑行了八十多公里 八十多公里? 公里不是米 八十多公里? 八十多公里? 最少三多个站也有了 八十公里? 我真的觉得 不过我们经常说印度是很神奇的角度 是真的没错 是写明的 是80km without a driver 这是他当地媒体说的 我听到我也很诧异 是否写错了CM 是km 原来这四名火车司机因为失职 而被开除 调查报告也说火车工作人员在中途打算弄一杯奶茶喝 但是 是忘记了启动制动系统 火车 是呀 屎人呀 忘记了 那你知不知道它是什么状态? 为什么滑这么久呢? 原来 火车因为处于下坡路段 所以滑得这么远 因为它下坡 我也奇怪 没有动力那么远? 下坡 因为它一直都是下坡 这是滑行的 直到是 铁路员工 这么搞笑? 是以沙包和其他障碍或停止下来的 很幸运的是没有人因为这件事件而受伤 或者离世 但是有12班次的列车就要延五 用沙包其实我也觉得挺流下 这么流下吗? 你停不了它 除非 有人紧急跑上火车 拘捕那个杀制 是的 所以我们说印度是很神奇的角度 说完印度去印尼 印尼又是麻烦了 印尼就是 发生了一宗惊险的事件 这次不是火车 是 客机 飞机 控制中心的提醒 因为它警告他们已经是偏离航道 幸运还未让成大意外 根据印尼官方的初步调查显示 这班机在今年1月25号 是一架塔迪航空 就从苏拉威西南的这个地方 想着飞到瓦加达 这次 幸好不是波音 波音中大 波音 事件真的太多了 这次是Airbus 空中巴士 A3 大机 A320 航班 在住是53名乘客 和4名空中服务人员 是由塔迪航空飞行的 起飞半个小时后 机长就告诉副机长 我一会 于是 将飞机的指挥权交给副机长 副机长 你看 其实副机长他最初是未睡 原来他就和空中交通管制部门沟通 被指示前往位于 是首都机长东北部的一个航检叫Kouras 但是接下来 一分钟内他就欺負了这么搞笑 他说不经意地睡着了 有得不经意吗 不经意呀 五十几条人命在你手 买一分钟也挺快 是不是他真的很眼眶呢 其实 我觉得背后最应该 嘴上一杯特红咖啡 顶一顶 我觉得 最重要是什么 在背后 就是看你那些人是不是 执勤过于疲劳 这个是机制问题 这个也对 这个也对 这个是机制问题 雅加达的 航管人员发现之后 就立即打算联络飞机 但是睡着了的副机长一直没有回应 直到机长28分钟后醒来 就发现副机长也睡着了 才急急叫醒同事 就倒正了一条航线 并且是回复雅加达的管理人员 很幸运就是航班两个小时35分钟平安到达 雅加达也算是一件好事 是 无人驾驶 现在都算无人驾驶 28分钟你知不知道可以发生很多事 是的 那机上所有人也都没有受伤和生命威胁 他都不知道 他都不知道 是 那飞机通讯系统 就证实没有问题 调查人员 追查发现副机长 原来事发前曾经向同事说过 没有得到适当休息 跟我刚才说的一样 你的机制也是要检讨的 你看到好像是一宗 叫做 Single Case 其实我觉得不是 他看看有些事情 是不是太过忙 还是 执勤之前没有检查他的 清醒状态 调查人员也提到 他是一位新手爸爸 有一对刚刚满月的孙胎 主要由老婆照顾 但是他也会协作 这个我也知道是 因为小朋友突然醒了 我觉得你上班也是以一个最佳状态 你的职位涉及到很多人命 印尼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的报告 也没有透露这两个人士的身份 只是说 他们年龄都很轻的 一个32岁一个28岁 事后印尼也敦促 塔迪航空 建立更好的机师 这些疲劳监管机制 和我说一样 你看到好像很小事 不是很大事 但是会不会很难请人 因为现在的时势 要监管疲劳 确保飞行人员和机组人员在飞行前 得到充分休息 以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截止到目前为止 其实航空公司也没有回应 是媒体的请求 我觉得 真的要想一想 为什么会这样 当然你说 伸手为伸手 都不是 最大的问题 最重要是你休息 你记不记得去年除了在10月份这宗14个人离世 还有一宗 是印度24年以来最严重的火车大事件 是6月份 3、4架炒在一起 3、4列 3、4列 原来就是发生在6月2号 291人是不幸走了 原来这宗肯定是厉害 日本是印度历史上最厉害的 事件就发生在当地时间 2、3年6月 2号晚上7点20分 一列从加以角达开到今内的列车 其实就在 奥迪沙邦 巴拉索尔市 叫做哈巴 纳甲火车站附近 就是脱轨 导致车厢反了 部份车厢也落向路轨 随后一班由班加来尔 开往加以角塔的列车 就从对向 就是对面 驶过来 当然 碰到上 是之前脱轨的车厢 造成 又有几节脱轨 而之前先脱轨的车厢又碰上一列 是货运的火车 那么当然 两列客运货车总共17折 这个车厢是受到严重的 损毁 最少291人 就没有了 有1175人 亦都是商壮 铁路部门 每人赔 小者 100万努比 重商人 20万努比 轻商 5万努比 另外 总理国家 救济基金 亦都向小者再提供 是20亿努比的得 为赔偿 但是人都没有了 你记住10月才出单 6月出单这麽大事件 结果10月又挂着看 打板球 所以 你知道之前 大陆有这个动车也发生过大事件 记得吗 很久之前 那时候 十几年前 很多年前 那时候就说温家宝 就说他什么 说他 说温教宝做什么 说他 为什么不去 有些人就说他做事 说真的 他们经常说什么中国动车 我当时大忌院就说他 什么列车 总之好不好听 我们看印度 好像更大事 你说意外是不是有时候可以避免是 但是有些时候因为人为的疏忽 我就是觉得 每个地方都有他的意外 当然中国一出这些事件 当然炒得很大 炒作得很大 你不要忘记 台湾也出过很多次事件 而且他真的流到不得了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铃铃铃铃铃铃铃铭铃铅